我马上下来 我跟你说难过就难过一会儿 有有有有 好嘞 好嘞 拜拜 家来上去的吗 对对 都是这个过程 再过几天就要回国了 有些东西还没有买 今天去补点货 先去趟那个药妆店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补的吧 我买的不贵差不多了 对 再补一点 再补一点 急啥急啥 爷 他们这个是在干什么 修吗 修盲盲 修盲盲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澳洲 与之前两次旅行不同的事 这次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陪着女儿好好过渡 让她平缓的适应 独自在澳洲的留学生活 所以在这两个多月 六十几天的日子里 我们像普通人一样 在墨尔本生活着 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 好嘞啊 刚刚去银行帮女儿把学费存一下 贵上的小姐正好也是上海人 感觉好亲切哦 我的英语很糟糕 但为了在Wallworth不用排队 还是学着去自助付款 下面好了 我们现在发觉这里周围啊 就是华人超市特别多 我有时也会去附近的全家超市补点东西 虽然它看着像是个山寨版的 但它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而且用支付宝不用手续费 欢迎来到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我有时会约朋友去公园郊游 哎呦好可爱 太美了 上次去皇家公园时 还顺带参观了隔壁的战争纪念馆 墨尔本战争纪念馆 他们都很美 同时他们还都是免费的 墨尔本战争纪念馆的顶楼 对面就是墨尔本的City 我感觉墨尔本的CBD 好像在建许多新的高层公寓和学生宿舍 我在想 间那么多卖得掉吗 单单是这条街 这里就是一个学生公寓 然后这里又新造了一个 这里是一个旧的 这儿 这儿 一条街造了五个学生公寓 后面那条街还有两个 学生 是最好讲话 最优质的客户 我们在热门的伊丽莎白街上 意外地看到了一场商铺拍卖 我这才知道老外是这样子卖房子的 而这还不是重点 第一个叫 第二个叫 第二个叫 第三个叫 我们现在进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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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像卖的比咖啡要贵 我在唐人街找到了一家最喜欢的华人超市 运食 同时在这条街上也有卖正宗的烤鸭和月饼 于是那晚和房东过了个愉快的中秋节 一起来 干杯 中秋节快乐 我很羡慕IMIT的学生 有这么个性的校舍 所以我让我女儿也带我过把学生饮 现在因为中午了嘛 我们就是随机一想 要不就去他们学校的食堂看看 哇 好漂亮的餐厅啊 我在他那漂亮的食堂里尝了一顿午餐 味道还不赖 而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之前在家没怎么干过家务的女儿 也从经历了没有被子的第一天宿舍生活开始 学会了打扫房间 你和你爸爸学一下 不要让就让他弄 以后就是都需要你自己的 来 两个都要请 同时请 又用点点请 最请有点点的理 学会了自己采购生活用品 学会了和爸爸一起修寝室的窗帘 现在还学会了如何做饭 虽然还有许多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但俗话说 扶上马送一尘 接下来的路需要他自己走了 我们现在在等车 对对对 来了 大概 你好师傅 来了 我马上下来 我可能有点堵 不是 是一个公寓 就是私人的公寓 在哪条路和哪条路之间 你等一下 我让房多跟你说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 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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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个月就见面的 你已经比你同学要幸福很多了 好吧 他们父母有些就送到了就回去了 人嘛 我跟你说难过就难过一会儿 等到我们回去了 你跟你的小伙伴在一起了 你就马上习惯了 好 那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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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再过几个月就见面了 没事 待会儿晚上的话 明天妈妈到了吉隆坡 就给你通电话 好不好 嗯 好 走了啊 走了 就这样啊 拜拜啊 拜拜 亲一下 嗯 走了 拜拜啊 嗯 嗯 嗯 走了啊 哦 这里 这里 师傅 这里有一点指尖的 好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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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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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 谢谢 你下来上学吗 对 都是这个过程 好 这里 呀 都要把到家 未来一个晚上总算是到上海了 外面的话天路已经亮了 上海现在的时间是早晨的五点半 欧斯洛有点啊 又开始用回人民币了 哇 天已经大亮了 这就算回到家了 我们可能会住上那么一个月 在这段时间呢 我也会拍一些上海当地的风土人情 虽然天已经亮了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睡个觉了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后退休日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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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